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陆佳怡知道她自己怀孕的话 她是绝对不会再继续抽烟的 而且从陈茉莉刚才的表现 也不难看出 她确实是没有怀孕 以她们两个人的亲密了解程度 她如果知道她怀孕的话 是不会在舞会上 给她做九星蛋糕的 那她刚才为什么忽然改口呢 不能看出啊 陈茉莉就是喜欢偏袒陆佳怡 新情况 刚刚网上有人说 说陆佳怡生前范旺 还研制早早拿出了证据 现在闹得满城风雨 苏涛 我得找王森聊聊 好 坐 陆佳怡根本就没有怀孕 不可能 我老婆怀孕怀孕我不知道啊 化验单我看得清清楚楚 伪造一招化验单一如完整 陈茉莉 你是说嘉义骗我 她骗你的 不止是一件了 你别听外面那些风雨风雨 她早就追上了一些绯闻 注意观察她 你会拿下她的 那个跟她有绯闻的男人 有可能是本案的最大协议 你要是真的想早点夸 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 两个星期前 我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邮件 是她和那个男的亲密照 日记显示就是最近 那个男人是谁 我不知道 那个男人的脸打了马赛克 我去追问嘉义 她哭着跟我认错 说她以前是有苦衷的 以后再也不会了 最重要的是 嘉义怀了我的孩子 你不会是因为 被戴了绿帽子 害怕被黏着 把她杀了吗 警官 退一万步说 像我这样的人 杀人需要自己动手吗 照片在哪儿 后面我发给你 真是陈茉莉一家 走 去她家 怎么了 不是去王森家财政吗 听我的 这就是我她的证据 哼 这作者死很多年了 你别告诉我神秘情人 是个死人 这本酒故事是一九五三年的出版 别说是在国内了 就是全世界也很难找到的 陆佳怡她是个作家 有几本珍藏 不稀奇啊 这个屋子里 肯定不止这一个珍藏 这房子也够大的 刚才你看到了吧 就这装修也够奢华的 那你在你说王森他是个富二代 送了点东西 很正常 王森送给陆佳怡的大部分 都是钻石珠吧 可是他们两个人才认识两个多月 这个房子里的东西 本来起码半年了 陆佳怡虽然表面风光 可是她出的书其实很傻 微博的版税 未必能支撑她这么吃醉精迷的生活 那你的意思是说 在王森之前 就有人经济帮助过她 这也不奇怪啊 你看那么大一个大美女 像我我都想帮助她 还有那张合影 仿佛时光倒流了五十年 合影上的男人 穿着人字纹的西装 是一种历史悠久的 英国哈里斯花泥 只在苏格兰的一座小岛上生产 非常稀少 我想起来了 那张照片上 她只出现过一个胳膊 你怪不得咱们找不到她 别动了 怎么了 我没动 她来过这儿 这是陆佳怡啊 精心的一座 现在呢 我的公司终于把她的一座呢 整理出来 我希望呢 所有的读者 都能喜欢她的作品 文章 来了 怎么了 你都不知道 这书现在火了 全程都难买 我搞这一箱子得多不容易啊 生活不是牧歌 游牧的人生总是困难重重 可是女人不一样 因为每个女人都属于自己的 双重重 是 郭先生 谢谢你 接受这次的采访 这次的版税当中呢 我将拿出一部分 来成立一个第二季基金 专项来扶持那些像家一样 有才华的年轻人 也是为了 郭先生 曾经有这么一个 才华行业的新作者 赚死人钱 才有这么多废话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 就会来看采访啊 华启明 你就是个小偷 我说陈小姐你 你别激动了 说不然好好说去 他偷了什么 这 这本书 他根本就没有经过 嘉义的授权 方便的话 请出示一下 陆小姐的授权合同 这 我跟嘉义之间 就没有什么授权合同 我真死 合同在授权 他脚碎了合同 你摔碎了茶杯 不仅摔碎了茶杯 那么简单吧 霍先生 您的茶很好喝 但可能这次 你要跟我们回警署 尝尝我们的白开水了 那本书 那本书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杀死你只字背提 那本书 那本书 那本书是霍先生 和陆小姐之间的 口红信息 你没有任何证据 回应霍先生 我没有证据 我已经在陆嘉义小姐家里 找到了那个废弃的合同 你好 苏小姐 我可以进来吗 可以啊 随便坐 来 来 来 霍先生 只是喝一杯茶 不想一碰地下人 碰到地下人 会是他杀了嘉义吗 请你不要用法律来 为一个罪人庙护 莫莉姐 你知道 陆嘉义 有一个秘密 情人吗 不会吧 我跟嘉义这么多年闺密 我怎么不知道 没关系 你们已经打开了 在那里 你怎么能吃 我呢 我呢 你呢 你呢 我呢 你呢 rians 你 你有你還喜歡嗎 小蘇达 カフェ上的祕密 你解開了吧 阿姨就守護你啊 和石途的鸽子融合在一起 能得到什么 答案是 一只送信时会敲门的鸟 你想说什么 不不 这个太简单了 真正的答案我已经告诉你了 苏达 不要让我失望 你吓我一跳 什么时候来的 前两天不是把这张碟 送给一个老顾客了吗 只能重新拿电影出来看看了 不过你别说 这老电影啊 就是比现在的好看 即使不会 不过你 不过你 就会过来 不过你 我们再说 不过你 不过你 或你 不过就好 看了这么一大圈 你明白了吧 它不只是在还原一个时代 而是在还原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 这个 这是美国六十年代的一部老电影 男主角第一次参加女主角 派对的时候的打扮 复古的女主角 一股西装手里拿着一本书 这个 就是王森拿到的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怪不得我们一直没找到他 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 没关门 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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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还挺大 承南 他来过去 快 东西还在这儿 走得挺仓促 照片 看这个 陆家仪 这 这 全是陆家义 这小子有个问题 苏唐 他有可能跑了 等会儿 这回你怎么不说什么都不知道了 把鸭 你俩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让他杀了 我从你家找到了这么多的土白照 你不仅跟踪了他 还搬到他家附近 他死了 你跑什么呀 我 我知道 我真没啥子 我也是有原因的 别哭了 杀人都有原因 你什么原因 我 我这个人 就有一个爱好 我特别喜欢看那些老电影 我发现啊 他跟我那个电影的女主角一模一样 他很平凡地进那些名品店 去退那些名品包 我发现他缺钱 再后来 我就花钱顾他 给我演电影里的那个女朋友 跟我谈恋爱 哈哈哈哈 你有病吧 哎哎哎 我跟你讲 你如果有病 没关系 不能承认 但是我真没傻他 哈哈 我真没傻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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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晓鸥 这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嫌疑在这儿吃顿膏 告诉我 谁是凶手 是不是他 陆家一要闪婚 单方面地终止了半夜合同 他得不到她 所以把她给杀了 普通的模仿或许是出于喜欢 但是怀源到这种性质的程度 就是一种痴迷的病态了 复古屁患者的症状是保留 是破坏 古今不会亲手杀死自己的美梦的 那他呢 被戴绿帽子不说 还被孩子威胁着 甩掉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她给杀掉 也不是她 陆家一被烧死的时候 她离她这么近 很容易烧到她自己的 再说了 她那天根本就没有 换到自己的西装 说明她根本就不知道 陆家一是怎么死的 有钱人这么细命 她不会用什么危险的办法的 那一定就是她了 发现陆家一要给她解合同 她留不住的 所以还不如让她死得 轰轰烈烈炒作一下 打转一臂 你说句话呀 啊 也不是她 这个不是 那个也不是 我的打转她 还有十个小熟的 我要半天母猪杀出鸡毛蒜皮的 小丫子去了 你能不能给我点 建设性的意见 你 你干嘛去 我想吃这个蛋糕 这款叫堕落天使 我请你吃 堕落天使 天使 你要吃哪个蛋糕 就是这个 我接个电话 你就是个小偷 她怀孕了 你知道吗 这不可能 她上召刚来的生理器啊 不好意思 我家里有事 我要先走了 等一下 陈茉莉 还有事吗 你刚才说 你和陆佳怡认识很久了 对啊 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 有二十年了 你说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喜欢她 是吗 是的 那你呢 当然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你确实是她最好的朋友 好的可以在她背后 帮她默默写书 苏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嘉怡从小就有才华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松开啊 你干什么 陆佳怡或许是有社交上的才华 可是写说的才华 她并没有 她书架上的书 她一本都没有看过 她只是沉浸在 你给她写的书 带来的虚荣里 笑话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有事 我要走了 站住 你今天走不了 你去旅逝 你去 голов子 你去戀术 二七五四 超越来 你 你 你